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M大家好,感谢观看扫达收音带来的DOTAL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果然是来到了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场啊 DOTAL神言联赛第五赛季,那么胜者组的一场比赛,Secret对战1GBO3的第三场比赛 那么前两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1比1平 这场比赛Secret是拿出了这个小精灵加上军团的一个组合 而且一手是给Pipee抢了一手这个 抢了一手这个沉默,抢了一手沉默 搬人方面这场比赛Secret的前两手还是选择搬掉两个三号位 那么针对了一下对方这个Universe,然后三次手选择搬掉的是狗和TA 而对方这场比赛 这个EG的也是信邪,这场比赛选择搬掉了毒狗,火猫 还有剑圣和影魔 对方上一场比赛用的三个英雄 这四手搬人里边三个都是上一场比赛对方用的这个英雄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Secret的这个第四手 第四手,目前他们差一个大哥差一个中单 这个军团应该是个三,不出于外的话应该是个三 打对方现在EG是把EG看你拿我的人,我也拿你的人 果断是把这白牛给抢了 这样比赛双方这个阵容是完全对着换了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中单的位置Secret怎么去拿 因为现在他们比较吃亏的一点 就是他们现在要先选 而现在双方这个大哥和中单都没漏 这样他们先去拿中单就反而比较容易被对方去针对 但是现在实际上剩下好用的中单也不多了,女王现在还能选 常规的中单都被搬得七七八八了 女王卡尔,女王卡尔跟这个黑鸟 就这哥儿仨 EG这场比赛最有可能拿的是黑鸟的这个中单 就是给苏妙去打一个中单的黑鸟 Secret选择,先拿了一个月旗 先拿一个月旗去上比赛去打一个大哥位 把中单的位置还是留了一手 EG是想到拿了一个克林克兹 也是很久都没有出现在比赛当中的一个carry位 克林克兹这个英雄其实作为一个减甲的英雄来说 他的输出能力是 就是短时间内打能够打出来的爆发的能力 其实并不比像小狗和熊战这些英雄差 因为他本身就是在配减甲的方面也是有自己独到的一套 而且他是一个比较适合去做这个 他如果出完灭的话 他的爆发不会比狗和熊战低太多 而且他的尤其是一个远程英雄 他不容易被溜 而他自己本身这个疾风步疾风速度比较快 吃兵也可以很转利用自己 吃兵也是可以很快的把自己的攻击力提上来 所以呢这个英雄他被大家逐渐所摒弃掉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还是在于他的身板不行 而且就是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威慑力不够强 另外一个就是你隐身出去找人的时候 容易被对方拿真眼给蹲倒 然后直接形成一个击杀 Secret选择是搬了一艘女王 那现在这个主流的中单真的是已经被彻底搬光了 就真的就只剩下卡尔跟黑鸟这两个东西了 这场比赛卡尔跟黑鸟这两个东西 其中之一肯定是要登场的 EG比较适合去拿 EG比较适合去拿这个 拿黑鸟去中单 如果他拿黑鸟中单的话 Secret是有可能去拿火枪的 咱们这里感谢一下弹幕观众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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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 有可能要面对对方小精灵直接带人传后排 相比较之下安全性来说双方都差不太多 半斤八两 应该EG拿火枪了 班黑鸟拿火枪 那这样啊这个问题就扔给Secret了 Secret这个征担就拿谁 剩下的时间并不多 备用时间只有三秒钟的时间 EG把火枪拿掉以后 Secret这个征担位现在真的是不好拿 他现在这个征担位应该要考虑去拿这张龙旗之类的征担 但是龙旗之类的征担 龙旗配露娜打推进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这个毒狗配合的话 这两个人要硬推 感觉是稍微有点风险太大 Secret选择是拿了一个马格纳斯 Secret选择拿的是一个马格纳斯 马格纳斯这个英雄 是一个中单的选择 但这场比赛这个马格纳斯真的 挺难的 EG的这个阵容拿出来以后 他的这个输出相对来说 空间要远远比你的这个 Secret的这个输出空间要好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小精灵带人去飞后排 去找火枪 这个难度本身相对来说其实要大一些 中单位从Secret他们的这个 两个中单的人选 一个是Mid-1 一个是这个MP这两个人 都是具有打中单的一个能力 但是这两个人的英雄持都会搬得差不多了 其实这套比赛最后一手 是可以考虑去拿一个PA的这个中单 拿一个PA的中单 让Mid-1去打乐器 我不相信Mid-1不会 Mid-1肯定是肯定是会这个英雄的 Papi Papi Papi将 Papi将在这个上路也是遭遇了 Cradle的一波无情的消耗 Cradle的火枪 Cradle的火枪 Cradle的火枪箭的真的确实不多 有一说一 这个他打火枪这个中单的英雄的次数 确实是太少了 就他一般来说就是用这种操作空间更多一点的英雄 还是比较常见 就甚至我见他的比赛里面 Sumiel去打中单的拉比克的次数 可能都比他打中单的火枪要多 咱们有直播的观众表示说A仗路纳交火枪做人啊 这个不现实 你A仗路纳交火枪做人就会被对方这个引刀火枪去交做人了呀 你一个大招甩过来甩到脸上 我直接开一个引刀直接就溜了 对线方面来看的话 EG上路Universe的这个黑钱也是终于不用大屁股了 这个Universe这两天我估计大屁股用的都已经都用恶心了 当然了估计练的时候可能练了更多牌 双方的这个卡兵来看的话 Miniwan借助自己 尤其这个英雄的屁股还是相会大一点 那么Sumiel这里也是非常果断 你看这个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这个兵线控不住的时候 你就干脆把兵线推过去 就干脆把兵线推过去 只要你把兵线推过去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塔把你的兵线的A回来 这样的话呢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对你形成一个有效的消耗和击杀 但是呢起码可以保证自己的发育不会受到太多的一个阻碍 什么样的这个补刀 刚才的这个补刀还是凸显了这个手速啊 刚才这波补刀的手速真的是比较快 下路军团如果没有人过来帮的话 小军团如果不过来帮的话 被对方的这个白牛加上骨弓 就不用有白牛 就骨弓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军团耗得很惨 骨弓这个英雄他前期火箭的这个投入是 投入产出比是非常高的一个技能 就是他每一点蓝可以带给你三点伤害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一个伤害数值 而一旦随着这个这个骨法的这个火箭的技能提升 他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直观的 就每一级我的一个火箭的伤害提升10点 这个对于前期的震战的英雄来说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你慢慢就会发现这个火箭打到身上越来越疼 越来越疼 然后你就不敢 就写一旦少到一个缝儿一定缝儿上 你就不敢在线上再呆了 这个Cradle滚上来以后 想借助自己身上这个离子盾 去多搞一些事情 但是没有太好的一个机会 火箭在中国也是被对方这个MD1的 马格纳斯耗的比较惨 MD1这个马格纳斯在中国对苏妙的火箭的时候 你看这个 MD1是在不断的利用自己的这个平A 去对对方形成消耗 这里铺上一个散弹以后 MD1直接一个冲 把白牛冲到了自己的这个高地上面 然后把白牛也打成一个残血 MD1的这个中路对线呀 他的这个中路对线如果能打成这个场合的话 确实这个选手的实力感觉是比之前他在这个 弗南提克当大腿的时候又有了一个进步 就是又有了一个进步 这个选手上升的空间还是有 如果这个选手打成这样还有上升空间的话 这个不要又吹吹吹吹吹吹死 不要死 小精灵这里连一下救一招 把对方的土猫推回来 这样的话小精灵是代替自己的大哥死了 被对方堵为死以后 这样的话MD1没有死 可以去吃一发圣坛 这里军团这个位置是要吃圣坛反杀了 要吃圣坛反大吗 自己的等戒比较低 接着再刷野 这个游戏崩了是什么鬼啊 这种崩我觉得有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崩 我觉得这种崩有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崩 这有可能全都崩了 哎不对好像真的就我一个人崩了 我这游戏打不开了 这个地方大家稍等啊 前方高能好吧 这个游戏崩了是什么鬼 大家稍等啊 我这边重开 第一次重开又自动关了 我第二次重开再试一下 这个我这游戏崩溃我这真的是第一次见 我这播了这么久了 我还真是没见过这个游戏崩溃的这种情况 头一次见 哎我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游戏员找不到啊 啊有了 这儿都有了 好了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了 嗯 刚一见了上路的secret这边就被对面给怼了 但是这个又更有可能是双方打成一波呼唤 这个打成一波呼唤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再为了白牛这波也是要死的 那这样的话是月七一个人换掉的围方两个人 不出意外的话这波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果然是一波一番二 不过换掉这两个人不是很值钱 下轮TZ在已经达到五级三级的这个火箭的话 这个军团最后就不要上线了 这个军团现在再上线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这个 骨弓给点得非常的惨 然后找到机会骨弓提前倒六 就是藏起来倒六去吃一个大野怪 很有可能过来一轮扫射就扫死了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对于 现在这个局面对于这个EG来说就非常的不利了 而不是对于这个secret来说就非常的不利了 他现在secret现在人头是数虽然说是领先一点 但是呢 他自己的这个大哥发育的非常的不顺 上路MP的这个月期到现在为止 身上只有一个天鹰剑 而对方的这个竞技发育的非常的顺 三个大哥全面领先 中午火箱基本是无解飞 你拿一个马格纳斯去跟火箱对剑 说实话MD1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你拿这种近战医生去 哎呦这个白牛又冲过来 找到了对方的一个军团 一张TP亮起来以后 拍拍拍的这个小精灵过来吃一发上盘 这上盘稍微有点奢侈 两个人其实没耗太多的状态 这里给上一个CA减缩一个T点到脸上以后 要追这波可以追 反身过来打 这里又小骷髅也来了 小骷髅也来了 小骷髅也来了 这什么脸啊这苏麦啊 我的天哪这苏麦点了对方四千四个暴头 这波RTC追上了 然后把帕帕这样的这个沉默素质给带走了 这样的话帕帕这样的沉默素质到现在位置 这样比赛一个智力一点智力都没吸着 我枪现在已经有了满级的散弹一级的大招 然后暴头和这个被动格射程各有一点 加点也是比较稳 给上一个C 身上是有香味的 迷得万这里有大 给上一个波 小骷髅连着以后也并没有对对方这个火箱有什么想法 其实讲道理的说的话 如果说刚才这个沉默过来的话 迷得万找到一个机会 一个大招把这个火箱踩住是有可能能杀的 因为现在这个火箱其实很脆 只有780点血 看下上路这两个人 这里给上UC RTZ隐身过来 白鸣冲 开火箱 嘴一波 三个人过来去分摊这个大招 葵头不要再中啊 葵头不再中的话 两箱应该可以射死 这样RTZ来了 他上路是完成了一幅双杀 而在战场的另外一侧呢 这里绝没有G死 拍来呆的这个小精灵 稍微有点可惜 沉默术是最终是依靠自己的C 把这个虎猫还是把他耗死了 但问题就是在于他已经死了 所以吸不到这个治理 如果当时沉默没有死的话 他最后靠着这个奥数诅咒 把对方诅咒死或者一个T 最后一眼把对方T死的话 这个是可以吸到治理的 但可惜的是自己死了 这样到目前为止 趴必将还是没有拿到任何的治理 这场比赛 Secret的 沉默术是这个英雄 在前期打酱油的时候 他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去 跟队友去参加这种有效团战 像现在这场比赛已经杀了五个人 沉默术是一个 智力都没有吸到这种情况 对于沉默来说是比较僵硬的 他挺怕这种节奏的 这里一个真眼看到对方的这个小骷髅 这里给上一个T 还是硬生生被点死了 这克林克兹利用自己这个死亡契约加的能力 是硬生生是在纯粹就是追着对方A的情况下给对方A死了 连对方转头逃跑的时间都没有 没有 都不需要 我就是硬生生追着给你A死 这个比赛对于Secret现在来说就比较艰难了 对方这个小骷髅一旦开始出来去带节奏的话 火枪就可以很顺的去发育 火枪很顺的去发育 没有人管 然后你自己的人呢 白牛这个英雄这场比赛 就是在妹的这个白牛这场比赛 对于对方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 又开始 又开始幻灯片 卢森堡的这个福气啊 卢森堡的这个福气啊 所谓的火枪这场比赛第一件装备 居然也是选择要去出这个支配 火枪出支配的话 其实现在所有出相位的英雄都挺适合去出支配这个道具的 因为支配这个道具加20点无数 这个可以很好的去弥补这个相位不加攻速的这个缺陷 而且相位所加的这个攻击力他加24点 这个应该算是不低这个攻击力 也就是说相位支配以后你还可以再支配一个野怪带一条狼 那么这样的话他整体的一个投入产出比都非常的高了 而且支配这个道具可以提供一个非常高的回血 那么你在去打前的时候也可以提供一个不多的耗线能力 这里小骷髅过来以后四五箭直接把对方小精灵点死 那这样的话下路的一塔也直接高破 EG这样比赛感觉是要直接把对方碾压了 依靠最后的两手BP EG的这个BP我觉得就是在Credle来了以后 Credle的这个BP我觉得比相比EG之前的这个BP是要灵性一些 我觉得除了他本身的这个BP就是在OG之质战队受OG之质战队的影响 他比较大胆以外 确实现在EG之质战队他们的绝活英雄实在是太多了 就能够称之为绝活级别的英雄 现在我们就是一个一个人来看Credle的小精灵Credle的土猫 Credle其实他的绝活英雄真的挺多的 看下这个地方RTC已经变态杀戮了 又是在这个地方用自己的火箭怼死一个MP的跃棋 稍微一个没注意就被对方给怼死了 再妹的白牛是选择一张TP直接回家 Credle的其他的他大概我印象当中 就是在以前的比赛看他在OG的时候的比赛大概会有四五个吧 打的相当不错的英雄 只不过你现在让我想我确实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然后再妹的英雄里面包括TS小精灵 再妹的剧毒 还有他的这个老陈 还有老陈 包括还有 再妹好像也打过四号位的小那家 好像也打过四号位的小那家 这些打的都是相当不错的点 而且咱们这里只说是相当不错的点 UNIROS就更不用说了 UNIROS最近应该是把大屁股这一双狠 先是练了一番 他的大屁股 他的黑咸 他的虚空 都别的都不用多说 就光这三个英雄就够足够多很多这个选手头疼了 然后他们的这两个大哥位的这两个人的英雄池 现在就是EG这两个大哥位 就是苏梅奥的英雄池就不用说了 他的英雄池是深的 可以说深的可怕 这个地方 带了一个米雄池的玛格纳斯过来 但是并没有能够产生有多好的一个效果 RTZ他作为一个刷子而言 他现在这个打架能力 就很多人在诟病他的这个打架能力 就是他现在这个打架能力 其实已经练得相当不错 你像他用小骷髅 用小狗这些英雄的时候 其实在整个的一个参团的一个节奏上面 保持的都是不错的 这一个G G到了带来的身上 这白牛衝过来以后 撞到了MP 一个大招怼出来 还是在怼这个MP的露娜 将来被对方大招越骑 一个大招出来以后 但是被给了一个拉墙 大招有很多的伤害 都打到了这个幻象上面 再为这里被怼死以后 看一下 RTZ已经如同神一般 完成一波双杀加三杀超神 RTZ这一波在团战的输出的时候 是没有人能管他 没有人能管他 这个用完美端 感觉这个录像一旦进入到这个团战 还是僵硬的有点 走国际端 重新开一下 反正这波团战打完了 应该也没什么事干 确确实实 这个这届比赛 他们用的这个服务器 我觉得问题还是比较大 这个我不知道其他的直播间和主播 这个视频是什么样的 但是从直播的情况来看 我换了这么多次 这个客户端 还有不同的这个线路的尝试 应该是他服务器的问题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 有没有玩这个欧洲区服务器 或者美洲区服务器的 有知道的话 回头可以在弹幕 或者这个评论里面 跟我说一下 就是你们了解到的这个 卢森堡的服务器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现在反正看着有点迷 那么现在比赛来到14分钟 人头数已经是拉开到了13比6 其实这个13比6 乍一看人头数差距并不大 但问题是现在14分钟13个人头啊 这个人头数的差距 这个人头数的数量是要实打实看见 而且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这13个人头里边有10个都是对方的1号位拿的 一共13个人头 这个1号位拿了其中的10个 还有一个助攻 也就是只有2个人头跟对方的1号位 没有直接的关联 DZ绕到后排来以后 这是要干嘛 这是要干嘛 这是疯了吗 DZ这个位置 就这种动作真的是风险很大的一种动作 他冲到这种位置来 是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给对死的 2级的死亡契约 利用自己2级的死亡契约也是 可以不断的保持自己身上有这个buff 死亡契约这个技能的持续时间是35秒 当你升到2级的死亡契约的时候 你可以保证自己身上永远有这个buff的一个加成 他的这个大招除了去提升这个血量的加成 和攻击力的加成百分比以外 他还有就是缩短C 2级以后的CD是30秒 他持续时间是恒定35秒 3级大招更不用说了 3级大招15秒的CD 这个基本上就是看哪个好吃就吃哪个 吃完了以后反正再去找别的就行了 小骷髅现在有170多的攻击力再加上他这60点的折射之剑的物理伤害 那么这样啊就是230的 230的输出 关键他这230的输出可以在短时间内打出来很高的一个输出的 开启这个扫射以后所增加的攻速是130点 130点相当于是一个放在身上的银月之精 这波看来secret是要打 肉战团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 肉战团如果打不赢的话 这个是不可能打赢的 这儿有个眼 关键是现在小骷髅已经出到了暗灭 他自己一个人站进来就可以把这个盾给打掉 接住自己吃掉的这个死亡区别的兵以后 他自己一个人可以单挑手战还有一个双倍服 这边自己把这个盾打掉以后回去可以再去吃个怪 回去可以再去吃个怪 收一波远古 他现在收远古的速度也非常快 现在RTC已经可以去单杀对方所有人了 他的1级天赋选择是加了10点智力 这样的话呢 就算是现在的这个小骷髅没有去出 像以前经常去出子愿的这种道具 也是可以保证自己有足够的一个蓝量 因为他本身还出了一个魂界 RTC这个位置是要往对方家里面去找人了 这场比赛在对方这个小骷髅如此强势的情况下 secret没有在自己的野区做保护眼 这个我觉得有待商榷他们这个选择 就是你现在本来刷钱的空间就不多 然后你还没有去做出来足够多的一个保护眼 把保护眼基本都是放在了自己的这个烈士路野区的位置 看下RTC这波是利用自己的这个 诶 这里开了一个塔房 上路这个二塔应该也是直接高爆 Cradle一棒子漂亮 看Crad的一个正面团有点没法接的一个感觉 他们这个正面团其实讲道理的说的话 呃有班人蒙马 班人蒙马有月琪有陈墨有军团 这些都是强切连很强的一些英雄 但是现在无奈就是对方这个输出 跟自己的这个肉体的肉的程度不成正比 被对方火枪或者这个小骷髅 尤其是小骷髅 被火枪和小骷髅同时盯上的话 这个人基本就是苗躺 这露娜作为己方的大哥 现在经济只排在全场第七名 第八 第六名 只排在全场第六名 这关键是第六名的位置 你的经济跟对方的小骷髅已经差出了一倍多 这个差距有点大了 十八分钟差出了一个五千块钱的级别的大件 这个差距真的就有点半 这要是再miss就神作了 RTC这波连续自尽回头了两波 全都被对方的这个防御塔给秀了 这里过来吃一发 吃一个小野小怪 其实这个小怪加不了什么攻击力 这开悟过来要直接强行去打 对方这个阵眼铺好了以后的这个位置 这种位置的阵眼还是有些作用 没有选择去硬上 其实现在他们是具备硬上的能力的 但是没有硬上的话 应该是考虑要去做这个 选择做了大推推 没有选择去出BKB 那么也就是说他打算用大推推直接去推对方这个高低 距离自己的盾消失还有两分多一点点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应该是够的 按道理说应该是够了 最主要的是他现在这哥俩射程太远 火枪也已经达到了一个满级的一个射程 这里铺上一个散弹以后 也是可以直接在下面进行一个无伤的耗塔 这里DZ吃第一波输出 对方的第一波输出 吃完了以后直接一个推推回来以后 让队友看能不能有什么普及 我记得刚刚刚有个人有骨灰来着办 白牛上这骨灰用完了 用完了的话去推对方的下塔 这个时候就推对方的下塔 然后拿对方的这个圣坛 把对方的圣坛给推掉 非圣坛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诶 这儿个恢复 诶 这个恢复神座了 赶紧过来吃 赶紧过来吃 要刷新服了 赶紧过来吃 诶 等几秒钟 等几秒钟看有没有新服 只要吃个双倍什么的就开心了 幻象 其实幻象给小骷髅也不错 现在这个小骷髅吃一个幻象存服的话 魔塔也是不错的 小骷髅这个英雄本身的射程就比较远 他本身的射程就有640 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魔龙枪以后 也是可以实现一个无伤靠塔 下落二塔被拆 先拆圣坛再上高 还是想要去依靠这个 还是想靠盾 这个盾的时间还有一分钟 还是想靠盾去破保底 没有选择拆圣坛 这个如果被对方直接从圣坛的位置绕后的话 是有可能出事的 不过似乎对方并没有去绕圣坛绕后的这个想法 你正面硬手的话是守不住的呀 这里MD1冲到人群当中以后 直接被秒 沉默虽然给上了大招 但问题是EG这哥几个不用大招啊 他不是靠技能混的人啊 看你第一手就抢了这个沉默 但问题是人家这两个主力输出都属于是我不用技能 就平A就A死你的这种英雄 RTC这场比赛是用这个小骷髅唤醒了人们 让对方想起了曾经被小骷髅支配的恐惧 小骷髅这个carryway我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爱用 就是有一段时间他是我最爱用的一个carry 这个英雄的胜率非常非常的可怕 主要是他在 就是小骷髅这个英雄一旦你让这个人打顺了的话 前期稍微打顺一点点 你想断他的节奏很难 而且这个英雄在后期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当火枪去打 而且他射程太远了 他射程可以达到780点的射程 780的射程的话比很多英雄的技能射程 十把范围都要远 而且在团战的过程当中 小骷髅跟火枪相比的话 他的特点是我不需要A太多线 因为他的伤害比这个火枪要高 攻速比火枪要快很多 而且火枪的装备一般来说 会优先选择攻速装 他的攻击力不够高 就是我拿这个小骷髅当成一个 就是拿小骷髅去当成这个火枪去用的话 我可以用更少的攻击次数 来实现这个击渣的一个目的 这样的话效果就会明显要好很多 RTC这个位置 对方这个军团身上是有一个刃甲的 RTC现在身上没有这个 没有 有BKB了 没有盾 所以他这个时候去打军团这个刃甲 还是有点蛋疼 BKB以后往回撤一波 而且小骷髅这个英雄 他不怕那种就是常规出蝴蝶的这种英雄 他的装备栏里面是绝对有地方去放 他不缺装备栏 小骷髅这个英雄他不需要攻速装 然后呢他也不需要切入装 他就是需要一个BKB形成一个战装 然后剩下的就全出攻击力装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肉装 不需要切入装 这样的话就一个肉装一个切入装 就节省了两个格子 那么这两个格子做什么都可以 甚至到了大后期小骷髅这个英雄不穿鞋都可以 他的这个疾风布移动速度提升44% 他甚至不穿鞋都可以 这里一个决斗 决斗到了对方的小骷髅 但是后排火枪输出太高 RTC这里开启了BKB一个隐身拉墙 完美团 EG又是一波完美团 这样的Secret是非常果断的打出了GD 这样的话EG将会在胜者组的决赛当中 在明天的比赛里面去迎战这个OG 去迎战OG 那么又是之前这个是秋季赛吧 秋季赛不是秋季赛 是秋季赛 是秋季赛 当然不是最后的总决赛的这个这个画面啊 就秋季赛总决赛是这个OG打AF 好吧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然后呢预告一下明天的这个对战的一个情况 明天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情况 明天是下午点下午点开始 对战的比赛场次呢是下午5点是有IG的比赛 IG应该是去对战 IG应该是去对战 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 IG应该是去对战这个 应该是去对战掉下来的EG打 EG打这个Secret 应该是去打Secret 明天他应该是去打Secret 明天他应该是去打Secret 然后VP应该是去打 明天VP是去打这个Faceless Faceless和 Faceless和这个掉下来的 哎我有点晕我有点晕 算了这个就不预告不预告 反正是明天下午5点有一场比赛 6点有一场比赛 7点有一场比赛 然后8点有一场比赛 就是从明天从下午5点开始 是连续的三场 就是5点6点7点 连续三场的这个BO1 都是败者组的比赛 然后呢在8点的时候 将要进行这个 胜者组的决赛 由OG对战OG 而OG对战EG的比赛 是一个BO3 那么这个比赛在打完以后呢 在晚上的11点 就是预计是晚上11点 将会进行这个败者组的决赛 败者组的决赛 还是BO1 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将直接来到总决赛的一个BO5 那么也就是说 意味着明天一天 从下午5点开始 这个所有的比赛 就应该是都要打完了 所以是如果大家有 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喜欢你跳 看直播的 那么欢迎大家介绍来收看 好了 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号大叔 我们明天见